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泄漏事故即将在下星期大入10周年 但是清理工作至今都还没有完成 政府还在持续过滤流入核电站 导致含有高辐射的地下水 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到清理进度 要清理将近900吨大量含高辐射的燃料棒是最艰难的挑战 但日本政府也就希望尽快重启核能发电 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核目标 一场里是九级大地震 引发毁灭性的巨大海啸 几乎摧毁整个日本 更导致福岛核电站辐射泄漏 事发至今整整十年 核电站始终处于瘫痪状态 无法恢复运作 目前还有大约5000人在核电站工作 负责清理被海啸摧毁的设备 以及清理燃料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清除将近900吨的融融燃料 其中掺杂了不少含有高放射性物质的残骸 当局原本要从英国引进特殊机械 来清理燃料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计划必须推迟到2022年 不过要全面清除 预计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 大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后 不断有地下水流进反应堆下方 导致水源受辐射污染 使得过滤水源的工作迟迟无法完成 加上雨水和其他持续流入的水源 去年每天平均有140立方米的水 被污染成辐射水 上个月发生的7.3级地震 也导致反应堆的冷却水水位下降 过滤水源任务困难重重 所有含有辐射的水 只能装在大水箱当中 放眼望去 整个核电站都是水箱 预计明年夏天就没有存放空间了 政府可能被迫把这些水排到大海 不过日本政府始终希望 能够尽快重启核电站 核能发电在2030年提高到大约20% 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减少依赖能源进口 只是大部分专家认为 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